上个月,美国宇航局的黎明号探测器,被移至古神星周围的最低轨道,并发回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。 照片中是这颗矮行星的一个更显著的特征,巴卡托陨石坑。 这个陨石坑是著名的亮点的位置,这些亮点是咸水沉积物,很可能是通过热烟活动进入地表的。 目前,这艘太空船的轨道,距离这颗矮行星的表面,只有35公里,22英里。 大文离得这么近,可以做更精确的测量。 最近的数据显示,这些明亮的沉积物是由碳酸内构成的,碳酸那是一种地球上常见的矿物质。 为了近距离观察到中央和最大的亮点,这可能是最后一次,研究人员希望这种近距离近距离的分析,能够提供古神星表面下的真相。 陆水矿城是低温火山作用的一个例子,但目前还不清楚其来源,是位于浅层地下处级层还是更深的来源。 先前的研究甚至暗示有一个地下海洋,该任母将继续探索这颗矮行星,直到竟然要靠近,届时它将被放置在古神星周围的稳定轨道上。 这是为了避免污染。 这一结局,日记,将在2018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候结束,在即将到来的最后几个月,以及一种可见和红外侧图光谱仪,以更精细的细节绘制古神星的地上。 关于它的内部和它表面丰富的有机分子的问题,可能很快会找到更精确的答案。 近距离观察这个亮点的不同视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